HELLO 大家好 我是物理资料13个13格 有非常多人他们都有在手指头反复使用 不管是用手机啊 用电脑袋太多啊 还是你可能去打球 吃萝卜这样子 或是你今天可能拿个重物拿比较久 因此而导致手指紧绷或是手腕疼痛的状况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能就想去一直揉压自己的手指头 想说这样压压会比较舒服一些 但其实呢 以物理资料车手来说 这样子压 这样子去揉自己的手腕是完全没有用的 因为我们的肌肉呢 它不是从那边长 它其实是从我们的手臂那边长过来的 因此这次影片我们就来比较详细的去简介一下说 当你在手指头或是手腕紧绷的时候呢 你可以做哪边的处理才会比较好一些 那首先呢 我先等会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的手指头它的粗略性的介绍呢就是 我们的手腕和手指头的动作是分上抬和下压 但是这个上抬动作呢 它负责控制的肌群 在我们的手背这个地方延伸的地方 这边叫做我们的伸腕肌群 它就负责我们的手指头往上伸直的动作 就叫伸腕肌群 另外呢 我刚刚说上抬嘛 另外是下压 下压这边的动作呢 主要是靠的是我们的 手掌这边延伸过来的动作 就叫我们的屈腕肌群 它长在我们的这个位置 那在我的情况上面会发现到说呢 一般情形所导致的那种酸痛问题 手指手腕的不舒服的话 多数都是因为伸腕肌群受伤这边所导致的 所以会建议大家说后续放松的时候 针对这边去做放松就好了 这边比较不需要做放松 这边做放松呢 因为它下面是个神经的路径 通常会越来越痛 而且就我自己在处理下面会发现 这样处理效果都蛮差的 那什么伸腕肌群呢 大家可以自己这样去试试看哦 如果是一个比较瘦的人的话 只要我们这样手伸直的时候 让我们的手指头做一个弹钢琴的动作 你会发现到我们的手指这边会有肌腱在跳动 这个就是我们伸腕肌群在动作右的状况 所以我们的伸腕肌群 它是从这个地方往下延伸到我们的手指 还有我们的手腕的位置的 我先讲一下我整个做放松的脉络就是 我们放松的时候不是去按压 不是像点穴一样去戳那个问题的点 而是要去拨动我们的肌腱 那你要知道我们的伸腕肌群 如果依照功能上来说 它可以分成四个段落 那你在放松的时候 他们的概念都是从我们的这里延伸到这里 它是这样上下方向的 所以在做放松的时候 你需要左右的方向去动 所以我在做的方法 我自己弄的话呢 会这样子用大拇指的指节 去摸着我们的肌腱之后呢 我们不是大拇指这样子按压 这样按压的话大拇指会受伤 到时候另外一指头要看 你就变成说是大拇指压住之后呢 整个手腕一起动 所以它是压着 然后手腕动这样去拨动我们的肌腱 好 那我今天比较详细的去跟大家介绍一下 大概有哪是一条肌肉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公劳肌 它顾名是叫做公骨 公骨就是我们的上手臂骨 到我们的牢侧的大拇指的位置 劳侧的意思就是 我们在结果上面说 劳和齿是神经的位置 所以劳神经的位置是我们大拇指侧 然后齿神经的位置是我们的小拇指侧 所以它的位置就是从我们的 这个地方 然后往下延伸到我们的 手腕这个附近的位置 所以当你有些人他大拇指这边会痛 或是觉得手腕这里总是会觉得怪怪的时候 很常都是因为公劳肌这边受伤 那公劳肌这边它其实是个比较厚一点的肌肉 所以你在做放松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这样子压着它 然后这样做波动的放松 像我这样压 因为我坏的位置算 我觉得算蛮正确的 然后就波到一条 很明显一条粗度的东西 像电线的东西可以去波动到 那我们放松的位置呢 多数都只要落在我们的手肘 四分之一上面这一段 去做放松 下面这边都不太需要 因为这边的肌肉 它肌腹就比较少一些 这边才是我们的目标的位置 那我们就一个点做二十到三下左右的波动 去做放松 然后去看有没有酸痛感 那大家在注意一下做的时候呢 你的手指头是需要放松的 如果它处理的话 你看处理的话 这个就硬邦邦的就不能放松 所以你就是压着 然后去做波动 那第二个呢 是我们的牢侧身腕肌 它的位置呢 从我们差不多是这个位置 长到差不多是到我们的 食指这边的 掌骨这附近 差不多这个段落附近 好 这大概的位置 那它其实呢 这个是牢侧身腕肌嘛 所以它跟我们的身腕的动作有关 所以要是你平常在拿东西啊 或是说你在手腕在转的时候会疼痛 或是你手腕在提东西的会不舒服 很常都是因为这边被卡住所导致 或是有些人他们在手腕撑东西的时候 会觉得不舒服 有时候你会这个导致的 因为它撑的时候这个点在发炎 因为这边卡住 所以这个点在发炎 再第三个呢 是我们的伸直肌群 这个伸直肌群呢 它比较特别的就是 它往下连接到我们的手掌之后呢 到这里之后呢 它就会直接往我们的手指头这边去延伸 就是我们手指头在动的动作啊 其实这边有机会在负责的 所以当你的手指头会不舒服的时候 它的位置会平常在中间这一段的肌群 因为它跟我们的这样连伸到这个地方 然后它会去负责延伸到我们的手指头 四根手指头这里都是 那在放松的时候就偏偏外侧这里 那一样就是我们会这样去搏动 像你看我就是这样 好所以我这样分三段了 就是大拇指的功劳肌 然后劳舍伸腕肌 伸直肌群 好这样三条了 好那我刚刚说还有第四条 第四条的位置啊 大家要去鉴别的话 通常我们都是 就是我们在做这种叫做表面解剖学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用骨头 我们叫本人腕膜 就是用骨头的当做标记 来去标记说我们的肌肉大概会在哪个位置 那第四条位 它通常在我们的这个手 手肘这个骨头旁边一点 然后这个骨头边边的地方 所以它就从这里 连到我们的小指侧的手腕这边 它从这个地方连接到我们的手腕这边 所以我现在怀疑自己是TFCC 就是手腕的三角软骨受伤 或者是说你的小指会常常觉得不舒服的 很有可能其实是因为这个 齿色身腕肌群 它受伤所导致的僵硬感 所以当你有这样的情形 可以往这边做放松 那它放松位置比较尴尬一点 是因为它在骨头的旁边 它是一条比较偏细一点的肌肉 所以你放松的时候 你要沿着骨头的边边 这样靠着去做放松 所以我通常是这样贴着骨头边边去做波动 看看哪边会有双痛感 甚至我会往下一点去做放松 以上就是这四个 我们再复习一次 功劳肌 劳测身腕肌 伸直肌群 齿色身腕肌 它负责对应就是我们的这一段 然后这边 这边这样子 所以这样整个对应过来 所以它就像是一个 大家可能会以为的穴道那样子 想说是不是这边点穴点一点它就好 其实不是 它其实就是结果上面的位置 你这边就对应这边的 那肌肉就这样长的 所以你要是觉得手腕不舒服的时候 你可以尝试着 针对不同四条肌肉 去针对性能去做放松 当然有些人会觉得全部都滚一滚 但是滚一滚之后 它的针对性没那么好 所以有时候可能运气好有滚到 可能有时候运气好没滚到这样子 那最后再补充一个点就是呢 有些人他们要是觉得说 自己这样做放松都一直没有好 或者是说反复按下才会更痛 那通常的问题有可能是因为 更上面这边的神经传过来的 它可能是这边有某个神经 压迫到往下传 因为我们刚刚说过了 为什么它叫齿侧劳舌 是因为它是有神经的 这边是劳神经的路径 这边是齿神经的路径 因此呢有可能你的齿神经 或劳神经的圆头那边受伤之后 所以往下传到整片这个劳神经的路径 都有点导致它的肌肉受伤的情况 那这时候你做这边的放松 可能效果很有限 尤其是那些 如果你前腰就没有做什么事情 你的手腕是你的手肘 一直在不停的脏痛的人 它很大几率是因为传导痛 是因为你神经一直给它电刺激 一直给它放感觉出去 它才会一直觉得不舒服 如果是一般的肌群受伤的话 它只有在收缩的时候 或是你拿东西的时候会痛 但那些要是神经受伤的人 它会不停的自己在脏痛 所以要是有这样的情形的话 可能要去找专业的医疗人员 找物理治疗师 或是找医生去帮你看过 是不是有更可能上面的问题 所导致传导痛的情形所发生的 那以上就是关于这次的内容 希望大家对于自己身体 有更多的了解 而且我觉得结果有这种东西 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那这次人就到这边 那这边推广一下 我自己最近有在录Podcast 叫做三个字物理治疗 大家可以在Apple Podcast上面 或是在Spotify上面都可以找得到 如果有兴趣去听我一些闲聊内容的话 可以在上面去找到更多的内容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Bye